來到國小校門口 爸媽一早忙著帶小朋友上學 防疫新制上路第二天 現在已篩待隔 確診不停課 家長很擔心 不預防系停課 這樣好像不太好 小孩畢竟他只有打兩劑而已 我覺得保護率可能也不太高 而且是好幾個月前 校園新制規定複雜 學生放學之後確診待在家七天 同班師生隔天領取一劑快篩 有症狀的當天反家快篩 沒有症狀的隔天上學前再快篩 陰性可以到學校上課 如果學生是在放學前確診 通知家長領回進行七天居隔 同班師生當下領一劑快篩 有症狀的當天回家快篩 沒有症狀的隔天可以來上課 在隔一天上學之前才需要快篩 陰性同樣可以到學校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同班同學以及師長沒有症狀的話 以確診個案快篩陽性地零天計算 在第二天篩檢 但是專家認為以症狀作為區隔太過草率 如果沒有症狀的人 他就假設沒有感染 這個是不對的 沒有症狀的小孩 很可能就會被漏視掉 所以他繼續在校園上課的話 可能也是有傳染之餘 校園防疫心智引發專家擔憂 如果把關不確實 校園真的可能疫情大爆發 記者 林鎮堅王一仲 台北報導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燈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部分 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